上面的這個寶蓋頭啊,我想寫窄一點 因為下面有個燕尾可以生長 這個燕尾可以生長 這個燕尾 沙漠都是水部 那這個沙的水斜小一點 因為它下面可以伸展的情況下 應該讓它伸展 好,這個可以伸展 第二個水就可以寫大一點 因為它沒有筆畫可以伸展 這碼不用寫太大喔 因為旁邊它有個野字 這個都可以寫小一點 沒有筆畫 沒什麼方法啊,筆畫多啊 筆畫多的,需要的其實就是耐心 就好好的把它寫好 間隔距離啊,處處細細啊 這樣穿短短 盡量安排 好,筆畫長短短短 筆 筆畫長短短 1 1 1 2 3 4 6 5 7 5 9 9 9 周 旁邊伸 這裡就只能做一些長長短短、粗粗細細 讓它產生一點不一樣的質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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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 回 回 去 這三條線長度也差不多 那我再用這個做伸展的筆畫 往旁邊走 翹翹的 這足筆畫可以翹 往旁邊走 往旁邊走 感谢观看 很可以写三数也可以写四数 都可以 指旁 上推靠近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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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鞋扁 下推靠近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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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的写法 左右可以...竖畫可以寫短一點 直的話因為這裡有個燕尾 所以上面就不用做燕尾 這裡有兩個地方可以做主筆畫 一個是上面的寶蓋頭 一個是下面的撇納 撇納這都可以做主筆畫 在粒書裡面 可以中間空大一點 中間空大一點 只會有點分離的感覺 然後滋會覺得比較寬 這種類似方形的結構 不用刻意把它寫成正方形 因為當你刻意寫成正方形的時候 字會看起來覺得好像比較沒有變化 所以通常他們都會寫得有點歪歪的 像這種有韻味的字 都不是在講求對稱 你會發現說他會刻意的寫一些有點 若有事物的不太一樣 盡量不用對稱 字如果對稱相對的看起來就是比較穩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會覺得 是不是少了一個什麼變化 所以這些長長短短粗粗細細 要隨時改變 才不會讓字變得無趣 才不會讓字變得無趣 在寫的過程中 隨時保持毛筆的彈性 好 肩部在這裡面有很多個寫法 因為它瀾漢 背黎太多了 每一個漢背的金長的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禁部有很多寫 好 洞 等一下有撇 那你就事先把這個什麼 上面的鞋長 然後這裡一個撇就可以拉拉拉拉長 這樣看起來就覺得比較有趣味性 既然拉長了以後下面的 這個阿利素是偏扁 所以這個樹化不要拉太長 因為它偏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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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勵書本來就是偏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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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劃比較多 就慢一點 因為空隙要想辦法控制 筆劃比較多就是在注意那些空隙 間距阿 有沒有抓準阿 好 通常兩邊我都會做的不太一樣長短 讓它看起來比較有變化 讓它看起來比較有變化 可能會有雙竹筆阿 上面一個竹筆 下面一個竹筆畫 水布 這個可以寫大一點 因為旁邊比較 筆畫比較少 所以它可以寫大 本在古代寫作大石阿 旁邊一個大 然後中間一個石 然後中間一個石 舒嬅呢 舒嬅不用太長 魚 稍微把它拆開阿 那中間空隙比較大 中間空隙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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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竹筆畫 敲開 下面這裡就不要伸開了 好 這個竹筆畫敲開 這個竹筆畫 這兩個先扁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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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載車的填不要寫太小 大多數字寫不好都是因為車寫得太小 這個南如果上面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不要跟下面一樣大 就是有時候我們長短竹筆畫寫得比較長 其他縮小一點 至於誰當竹筆畫有時候可以換 不一定是長橫 像這個也可以深長一點當竹筆畫 古代綠書 沒什麼特別的寫法 那就乾脆用現代的寫法 現在母是一個九 古代的我左右是可以拆開了一些 左邊歸左邊 右邊歸右邊 左邊寫完再管右邊 所以它實際上是可以拆開兩邊的 所以它實際上是可以拆開兩邊的 這邊是四個橫畫 好 翹起來 就把它斜扁一點 對 再把它斜扁一點 就把它斜扁一點 它斜扁一點 輸 好 都拉登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逆出方框 都可以拉的比较长 好 是 省的横跨特别多,那就靠近一点 火可以写在下面,也可以写在黑的下面 这个字板就有很多种写法 上面写短一点 好 好 好 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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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柄片拆一遍 拉長一點,因為粒梳的關係 拉長,這樣字就會看起來比較扁 這邊長,這邊短 紙有很多寫法 這邊長 中 因為是隸書 所以可以寫寬一點 不見得要寫在正中間 可以偏一邊 用 用 撇都可以往左邊伸長 左邊伸長,右邊伸長 隸書就是一直這樣 保持著向左向右 然後樹畫都不要太長 讓它看起來說 好像若有四五的偏扁 樹畫就不要太長 好 那這裡是可以把這個地方拉開 那這地方如果拉開 其他地方就稍微縮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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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留一下泛尾 泛尾 泛尾 這個筆畫也可以誇張 有些字啊 你一發現那個筆畫在那邊 你就會不自主地把它誇張 因為總覺得它 特色特別明顯 就會把它寫得特別長 嗯 嗯 好 這樣筆畫很多 那你就要小心 小心一些扁一點 但就在搶走 1 2 人 3 5 9 指 三